你演技,給點演技 OK 我們今天就跟羅賓和Kuby做一個退行這集 剛才我們經過一個住宅 會有一個狗廢叫的情況 這個問題在澳門來說都算是普遍的 可能會造成一個滋擾 遭到其他隔離論社 或者會有人投訴 這一方面我們都希望說一說 希望各位家長都可以從事一下 狗為什麼會廢叫在它自己的地方 因為牠會有平常在家裡熟習的聲音 其實大部分的狗都不會叫 突然在外面突然不熟悉牠們的聲音 牠們就會有一個比較激烈的行為 有些狗會興奮,有些狗會叫 主人怎樣控制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為什麼很多狗會廢叫是什麼原因呢 可能就是門聲 主人回來的鑰匙聲 或者隔離鄰社的腳步聲 跟家裡所有的東西有些不同 電話鈴聲 可能敲門 或者敲隔離門 不一定是敲自己的門 其實狗都會有這樣的反應 牠們先要了解自己的狗 聽到什麼聲音 狗會有這樣的反應 我們等一會就會有一個示範 希望主人可以明白 大概情況是怎樣去做 參考一下 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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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熱啦 Go Let's Go 其實現在我想做一個示範 譬如我們在家裡坐在沙發上 我們坐在沙發看電池 如果突然間有聲音 那些狗就當是那裡的門 那些狗就當是那裡的門 或者你有什麼指示 我就坐在那裡叫牠的名字 叫牠的名字 叫牠的名字 叫牠回來 但一點效果都會有 譬如如果這隻狗在這裏廢 那就是證明這個家裡的空間 所有的空間就是狗 但是我們反過來 我們反過來 如果我們主人走回來這裏 如果主人站在這裏門 叫狗走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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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 就證明這個地方 這裏反過來 就是盡力的可能 令狗去到角落口 這裏地方就是回到我們的範圍 就不是隻狗 那牠的反應就會削弱很多 如果牠正常 如果牠乖了 不肥了 通常我們會做什麼呢 零食 獎禮 牠會乖 見到有效果 其實主人那時候 你可以多做些什麼 可以多做些練習 就是做多些聲音 好… 外面的狗有反應 阿包沒有反應 獎禮 那我們可以做多些練習 摸牠是一個獎禮 給少許零食也是一個獎禮 見到牠敲這個 或者叫朋友 在外面按鐘 做一個模擬的練習 按一下鐘 弄一下聲音 那牠沒有反應了 乖 給少許零食 作為一個獎禮 這個家長可以嘗試做這個 其實林林總總在民間有很多方式 最主要就是 看回當時的家庭環境 以及地方 這個始終是其中一個方法 其實子宮是這個家長 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家長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Facebook留言給我們 Facebook找我們 WeChat找我們 我們 同事一見了 會盡擺福你 OK Thank you 我們